上一回我们讲到了大太监王振企图独断专权,不过呢,在他专权的这个道路上啊,还有两个障碍,其一呢,就是杨世奇,四朝老臣,老谋深算,这他不敢惹。 另外一位呢,就是现任皇帝朱祁镇的祖母张太皇太后,为什么呢?因为这个张太皇太后狠狠的整过王振一次,这件事情也成为了王振心中永远的痛。 怎么回事呢?在正统元年,也就是1436年的二月,张太皇太后召集五位顾命大臣入朝开会。 那么开完会之后呢,张太皇太后又命人宣王振入宫。 王振得到命令立刻是入宫见面,他呀,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场噩梦即将开始。 王振入宫之后,看见五位大臣和皇帝都在场,估计是开什么高级会议呢? 他一想,哎,开这么重要的会议,把我给招来了,莫非是要为我以重任? 他这正想没事呢,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 在此之前,张太皇太后的讲话已经讲完了,他之所以不散会,就是要等着王振。 王振跪拜行礼以后,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太皇太后,一下子从慈母变成了恶煞。 他突然对着王振大鹤说,你伺候皇帝的起居,不过是个宦官而已,却多有不法的行为。 今天我要杀了你。 就在太后大鹤的同时,殿上的侍卫也拔出了亮闪闪的刀,架在了王振脖子上。 好嘛,骂完立刻就动手,连招呼也不提前打一个。 从其动作之熟练和时间连接上来看,相信这一连串的举动应该是经过预先彩牌的。 好嘛,原先一团和气的大殿上,这会儿突然变得杀气腾腾,王振更是吓得魂不附体。 他万想不到,今天让他进宫的目的不是唯以重任,而是准备让他进鬼门关去参观旅游去。 一脸杀气的太后站在殿上,亮闪闪的刀也拔了出来。 面对着突然发生的一切,王振吓得是浑身发抖,不停的打哆嗦。 这一景象的突然出现,不但出乎王振的意料,也让在场的五位顾名大臣是一头雾水。 这个时候,他们才明白,这位平常神色温和的太后,竟然还有着这么凶狠的一面。 而让他们到场的目的,绝不仅仅是要向他们交代事情,还同时给他们安排了观众的角色。 小皇上朱祁镇这个时候也是大吃一惊,赶紧跪下来求祖母开恩,而那些顾名大臣也一起给王振求情。 其实啊,这个张太皇太后并不是真想杀掉王振。 因为当时的王振呢,实在还算是个老实人呢,也没犯什么错误。 于是,他就顺水推舟的饶恕了王振。 同时还恶狠狠的警告他,今天呢,看在有人为你求情的份上,我就饶了你,今后不准你干预国政。 听完了太皇太后的话,王振是狼狈不堪的退了出去。 太皇太后那可怕的眼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也造成了他的心理阴影。 从此之后,只要是一看见这位老太太,王振就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,马上是退避三舍,逃之夭夭。 事实上啊,也是如此。 张太皇太后并没有放松对王振的敲打,隔三差五的就会找个时间把王振叫过去骂一顿。 这种搞法使得王振是痛苦不堪,足足的被骂了七年。 您想想,这宫里头有这么厉害一位老太太,再加上那个杨士奇,这么两个障碍,王振的夺权道路可谓是任中道远了。 因此,他及时的转变了策略。 对三杨那是李靖有加,每次到内阁去传旨的时候,都摆出一副羞涩的表情,就像那刚上门的女婿见老丈人一样。 畏畏缩缩的站在门外头,不敢进门。 等到三杨发现他站在外头,让他进来招呼他做的时候,他都会表现得受宠若惊,好像是能够和三杨说话就是自己前世修来的福分一样。 他的这些举动,竟然使得三杨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,认为啊,王振是一个不错的人。 然而,在他谦空的表象之下,他却不断的拉帮结伙,扩大自己的势力。 他利用私立间的权力,安插自己的侄子王山,做谨一位同志,并且广接党羽,控制朝臣。 这位王山先生,听说自己的这位叔伯发达了,是远来投奔,得此高官十分得意。 但是,如果他知道在七年之后,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,恐怕打死他也不会来当这个官来了。 三杨可以应付得过去,但是宫里的这位老太太那是应付不过去的。 隔这么几天,王振总要被拉过去骂一顿,警告一顿,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 王振呢,一点办法没有。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太皇太后老前辈,那他是对付不了的,只能等待他老人家自然死亡了。 这一天呢,还真让王振给等来了,在正统七年,也就是1442年的十月,历经四朝的张太皇太后离开了人世,可以说王振夺权路上的最大障碍,就此消失。 这个时候呢,三杨当中的杨荣也已经去世了,而剩下的杨士奇和杨伯都是年老多病,回天洒术。 这个时候,王振的机会终于来了,他从此大权独揽,广结同党,不但控制了锦衣卫,还收了很多的属下。 其中呢,不乏宝学之士,圣人门徒。 要论这里头最无耻的一个呀,莫过于公布世郎王佑了。 这位王佑先生,曾经有一次到王振的家里去探望,都姓王嘛,俩人啊,拉近乎。 在明代,这大臣们都是留有胡须的,而王振没有胡子,他是太监嘛,不长胡子。 但是,当他见到王佑的时候,才发现这位大臣也没有留胡子,于是他就问了,说王佑,你怎么也没留胡子呀? 这个王佑先生是这么回答的,以下内容可能引发呕吐,请您先做好思想准备啊。 那位说了,您别这么夸张,这个王佑到底怎么说的呀? 王佑说呀,老爷您没有胡须,儿子我怎么敢留呢? 您听听,自己把自己啊都说成人家儿子了,这不是明摆着跟那个王振套近乎吗? 在我看来呀,王佑先生真正是达到了无耻无界限的境界,无耻到自己的祖坟上都开始冒青烟了。 正是有了这些无耻之徒的帮助,王振在朝廷里的势力, 那是越来越大,他排除一己,利用杨世奇儿子杀人事件,攻击他教子无方,最终啊,整垮了这位四朝老臣。 在此之后呢,这个王振呢,又陆续的诬陷户部尚书刘忠,祭酒李时勉等等,一些不服从他的大臣,把他们全都赶出了京城。 这个时候的王振,内得皇帝信任,外有打手帮忙,独揽大权,鱼肉百官,可谓是风光无限,成为了明朝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太监。 大权在握的王振并不满足,他决定啊,要做一件前人不敢做,甚至不敢想的事情。 什么事情呢? 在五十年前呢,朱元璋先生为了防止今天王振现象的出现,特地在宫门口立了一块三尺高的铁杯, 您听着啊,是铁杯,可不是石杯,这个铁杯上边筑了八个大字,内臣不得干预政事。 可是正所谓人走杯凉啊,谁写的,谁立在那儿的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有没有人管,有没有人去执行这个杯上说的这个事情。 到了王振当权的时候,这块杯的杯纹就被当成了贴在墙上没人管的奖状,再也没有人去理睬了。 大家不理,可是这个王振却不一样,他总觉得那玩意搁在那儿太刺眼,于是就命人移走这座杯。 如果是朱元璋还在,他一定会把王振那小子抓起来,挂上三千刀再让他死。 可是啊,时代不同了,也实在不行了。 大家第二天上朝,看见开国皇帝的手绩突然没有了,却都保持了集体承诺。 他们都知道是谁干的,到最后却成了打死我也不说,打死我也不管。 朝政如此,多言何用呢? 但就在王振气焰滔天的时候,也有一个人就不买他的账。 而这个人也实在不是等闲之辈,虽然吃了点亏,但王振终究还是不能把他怎么样。 这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 在正统六年,也就是1441年,当时太皇太后已经病危,没有办法再训斥王振。 而三阳也对他无能为力,王振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朝政大权。 所有的外地巡抚官员回京都要照例孝敬王振一些金银财宝啊,多少都无所谓。 但是总得意思一下,表示对这位死太监的尊重。 也正是这个时候,就前面咱们说的这个人,从山西巡抚回来了,别说金银了,连醋都没给他带回一瓶了。 王振呢,气得是七窍生宴,大发雷霆,当即就把这人给关起来了。 这个王振是一个坐视偏激的人,对于这种明摆着不给自己面子的人,他是不会留情的。 他本来已经准备编织罪名把这个人干掉。 哎,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,这个人似乎很有背景。 不但地方上的官僚和老百姓帮着他说话,连朝中众臣杨士奇等人也为他求情,甚至某些藩王也出面了。 这王爷对王振说,哎,你可别把事情做绝了,否则可就要你好看。 哎呦,这藩王可不是好惹的。 一贯整人到底的王振终于意识到,这个人虽然权位不高,却很不简单,是不能给整死的。 于是王振一反常态,把这个人呢,给放了。 当然他不放也不行。 这个人说起来也确实厉害,他被整得很惨,却一句软话也没有说过,一直都在痛骂王振,一点面子也没给他。 坚持和他对抗到底,大友,你能把我怎么样的这种气势。 说到这儿,可能有朋友要问了,这么厉害的人,这是谁啊? 哎,这位硬骨头有背景的人兄,就是咱们前边说到的那位于谦。 可惜啊,在当时这样的人是太少了。 那么呀,接着再来说这个王振,到这个时候,王振是掌握朝政,统领群臣,虽然挺威风的,但这并不是王振的最终目的。 事实上呢,王振并不是一个只贪财贪权的人,他呀,也有着自己的追求和报复。 王振有着自己的偶像,他的梦想,就是有朝一日,能像自己的这位偶像一样,横扫千军,锐不可挡。 他的这位偶像是谁啊? 就是现任皇帝朱祁镇的曾祖父朱棣。 虽然自己以前只是个文人,现在呢,又是个太监。 但是呢,王振却十分的向往,率军出征的那种威风凛凛的感觉。 而先被正和的丰功伟绩,也是不断的激励着他。 啊,这太监就不能横刀立马吗? 嗯,我就立给你们看看。 得,这下的问题严重了。 一个人呢,如果饥饿,他就会去找东西吃,因为这是他的基本需求。 如果这个人已经吃饱了呢,他就会四处闲逛,找点事情干。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 如果一个吃饱了的人,又找不着什么好事干,他就很可能去干坏事,实现所谓的自我价值。 王振呢,大概就属于这后两种情况。 他现在已经是大权在握,家财万贯,全和钱都有了。 这位太监先生,也有了新的人生追求。 那就是建功立业,名流轻使。 应该说呀,有这样的志向是好的。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,这位有志太监本身的素质怎么样。 前面咱们提到了郑和,人家郑和那是什么素质? 是不是? 七下西洋,建立了丰功伟业。 可是王振呢,他这个人品不行,就如同一个贪官污吏,平常他只知道贪污受贿。 这样的恶行固然让人愤慨,但是并不是他们作恶的最高境界。 所谓作恶的最高境界,那就是明明没有那样的才能,还要打肿脸充胖子,硬要去干一些他所谓的好事。 这才是恶人当中的极品。 王振呢,就是这样一个极品,他明明是个不成器的教书先生,明明是个投机的太监,明明是个贪图权威的小人。 这些我们就都不计较了,但是他现在居然要把自己往军事天才,战争英雄上去靠去,那就实在是太不要脸了。 偏偏当时的时局却给了他这么一个不要脸的机会。 前边呢,咱们讲过了,那位被朱棣打得落花流水的瓦剌头领马哈木,有个好儿子。 这话呀,确实不假。 在永乐十六年,也就是1418年的时候,马哈木的儿子托欢,承袭了父亲的爵位,并从此开始了称霸蒙古的军事行动。 事实证明,这位仁兄确实是有点本事的。 仅仅过了六年,托欢呢,就击败了瓦剌的其他部落,统一了瓦剌,成为了瓦剌部落独一无二的首领。 在此之后呢,他又拥立了黄金家族的成员,脱脱不化为大汗,开始攻击阿鲁台。 由于当年被朱棣打得太惨了,这个阿鲁台元气不足,在和瓦剌的战斗中,他被击败了。 宣德九年,也就是1434年,阿鲁台被托欢击败,最终战死于大漠之中。 这位曾经和永乐第一名将朱棣周旋了几十年的风云人物,也就此结束了一生。 托欢呢,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,他的梦想绝不局限于做一个态势。 他的真正理想是恢复大元的天下,重新占据中原,但是上天呢,没给他这个机会。 在正统四年,也就是1439年,壮志未酬的托欢去世了,可是明朝呢,并没有因此得到和平。 因为替代托欢呢,是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,野仙。 这个野仙是托欢的儿子,他比他的父亲更加强悍,也更加聪明。 在短短几年之内,他向西攻击哈密,控制了西域的通道,未避明朝的西北边境,又向东攻击乌良哈。 在正统十年,瓦剌彻底击败了乌良哈三位,并控制了当时还很弱小的女真部落,甚至威胁到了朝鲜。 这个时候,蒙古已经完成了统一,而野仙也和他的父亲一样,整天梦想着恢复大元的天下。 所以啊,在这一切就绪之后,他就把矛头指向明朝了。 虽说野仙进攻明朝是有着自己政治目的的,但是在我看来,引起这场冲突最大的原因呢,还在于钱。 怎么回事呢?蒙古人很会打仗,不过呀,他们也很穷,因为他们不种地,也不仿制。 要想得到生活必需品,就只能通过两种图形。 一种是交换,另一种就是抢劫。 在朱棣的那个时代,这些蒙古人更多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,来的又快又方便嘛。 但是经过朱棣的几堂军事教学课,以及拳脚刀剑的教育方式,让蒙古逐渐的意识到继续抢下去,那是会亏本的。 而且在这个抢劫的时候,他们往往拿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 你比如说吧,家里现在缺衣服,想抢几匹布去,可是出去好几次都没碰上那布,人家不能预备好了让你抢啊,对不对? 这个蒙古人虽然善战,但并不是打不死,他们也只有一个脑袋。 而抢劫,那可是刀头舔血的行当,随时都可能完蛋,为了几匹布就把命丢了,那太不划算了。 于是呢,在此之后,蒙古开始走向了第一条道路,那就是和平发展之路。 他们开始和明朝政府做生意。 但是那位说了,这蒙古他有什么生意可做呢? 哎,您别忘了,虽然人家不搞农业和手工业,但是他有畜牧业呀。 蒙古部落家家户户都养马养养,这个发财支付之道就从这开始了。 在部落首领的倡议下,蒙古部落开始大量放牧,这个生意啊,也越做越大。 贸易的形势呢,主要以朝贡为主。 每年蒙古定期入境交易,经常带着是牲畜牵鱼头啊,毛皮几千张,浩浩荡荡的来做生意。 随行的呢,还有一些使者,在我们的印象当中,使者嘛,也就是一两个人。 不过蒙古部落派出来的使者,确实要加个签字,那就是两千人。 从古至今,估计没有哪个国家派外交使节,会一下子派出上千人的。 而这些所谓的使者,实际上都是蒙古的小商小贩,他们都是赶着自己的牛羊马匹来搞对外贸易的。 如果这样做生意,一直做下去也还不错,毕竟各取所需嘛。 而且,聪明的明朝总是处于贸易优势的地位,每年都是贸易顺畅。 因为手工业品的生产已经形成了规模化。 从史料上分析,当时的明朝政府也确实有抬高物价的嫌疑。 各种瓷器和纺织品的价格确实有些偏高,但蒙古人也只能够全盘接受。 道理很简单,天下只此一家,别无分店。 你想买就买,想买就卖,不愿意啊,那就散伙。 明朝的人可以不吃牛羊肉,但是蒙古人却不能够没有纺织品,没有日常用具,所以还真不能散伙。 然而,这看似对明朝而言一本万利的生意当中,却隐藏着危机。 那么这个危机究竟是什么呢? 咱们下回接着讲。 明朝的线 中国年